已经一整天没有见到老豆子了 我把房间里 床底下 水池里 箱子里都找了一遍 还是没有找到他 他该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 不行 我得出去找他 你给我站过来 我现在一颗钻石都没有了 快帮我想办法吧 不想出来就别想离开 而且你还得给我去献擒里过夜 我没有钻石了 钻石都是搬拉的 我不可以拿的 管他可不可以拿 拿了再说 你要不拿 我就告诉办拉你的把柄 对 土豆你拿走放在箱子里的钻石 然后再在外面放上一个土豆块 这是土豆不小心长出来的 所以就证明钻石是土豆拿的 有了钱就可以承包一大片煤矿 这下我就可以发财成为真正的煤老板了 土豆 我懒得挖 你赶紧给我挖煤 要是天黑之前 你没挖完就别吃饭睡觉 更不可以离开 要是挖完了 那就给你一颗钻石当公知 我已经把这附近的山都跑遍了 但是还是没有找到土豆 可是正当我回去看土豆 是不是回家了的时候 却看见箱子面前有颗大豆子 打开箱子 发现里面的钻石都没了 怕不是土豆卷款而逃了 不行 我得立刻马上找到土豆 老豆子原来在这里 他只挖的不是隔壁老王家的煤矿 难道是他用我的钻石买了下来 果然连钻头都有了 可是为啥旁边还有围栏 呵呵 侄侄你也来帮我挖矿呀 进去了就别出来了吧 你站的地方我可买了炸弹 要是你不帮我的话 我就按下开关了 这不是土豆的煤矿吗 怎么会是帮你挖 哼 这是土豆帮我买的 不信你问他 钻石是不是土豆亲手拿走的 哇 这钻石 老豆子 是不是你拿走的钻石 嗯 好啊老豆子 就知道是你 小伙伴们 你们说该怎么盘这个不听话的老豆子